有的時候 當你遭遇了一些 拿到車上 拿到車上 拿在車上 大小 Ragd� 拿到車上 拿到車上 將車上 再按數量 瓶 vuist 擁有 reduced 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责任 其他的都别谈 想得太多了 太复杂了 给婚姻加载了太多的东西之后 才会要很多吗 才会有所谓便宜婚姻 如果你们真想要幸福的话 回归到生活当中来吧 都年轻 忘掉过去 负责任地面对生活吧 来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他在生活当中挺照顾我的 有时候吧 就算脾气上来 对我大吼大叫的 但是我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比较支持我 我记得有一次 我出去做兼职吧 一夜没归 第二天早上回来的时候 他等了我一晚上没有睡觉 他早上给我做了早餐 那件事情我特别感动 所以说我就 不管说父母多么反对吧 我其实都很想说 跟他继续走下去的 但是我有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 他也给不了我特别的安全感吧 总之我就 确实心理上也是挺不是滋味的 关于结婚这方面 我真的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虽然对我是挺好的 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 你父母的要求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 请关门 就最后他们俩 那个表达的时候 这确实是对生活的认知 和解读不一样 观念的认知不一样 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一个思维当中 还是没过来 让他们对位 让他们去沟通 就是挺困难的 这个结局是什么 其实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最后表述的时候 你听到 男生完全是一个第三人称的 是他 就这段话其实是告诉我们说 你们听着啊 他是怎么对我好的 他不是在像那个女生在说明 反正女生对他的感情 你能看得到 就像他表达的那样 因为他专一 似乎这个专一 就是他要的全部了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 我们是不知道的 选择的权利交给他们 来看看他们如何选择 请开门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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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